我是霍言科大飛機系的李章老師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霍言科大飛機系的李章老師 今天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AI還有無人車和無人機方面的 聽說各位都是高三的學生 這時候應該是大家最輕鬆的時間 所以建議大家多好好的利用這一段時間 那因為你們接下來可能就要命名挑戰到就是大學裡面了 我最近也有在審查就是我們的高山生入學 好像我不太確定有沒有審查到各位 但是我們好像有一個美育女的同學來升級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也是還不錯啦 那我們主要是Focus在飛機方面 飛機 那我們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霍為科大飛機系的一張助理教授 那助理教授其實就是最菜鳥的老師啦 反正就是菜鳥老師 我大概是從2018年開始當老師的 所以到現在大約是三年多一點點 那也有一點點心得跟體會 那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的學經歷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特別 那首先就像各位一樣 你們那個高中 高工高職嘛 就是你國中畢業之後呢 要進去高中或是進去高職嘛 對不對 那你們選擇進去高中 我覺得還不錯 那只不過我當初的時候 因為我家是在台北 那台北的話呢 當年的時候呢 我們是參加北市連招 那這樣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就是說要考三種考試 第一個是高中考試 第二個是高職考試 那另外一個就是叫做五專 那最近要復辟了 就是說回來了 以前在一段時間他已經被廢除了 那我當年的時候呢 就是選擇去念五專 那時候叫辛普工專啊 現在叫聖淵岸科技大學 也是一間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然後呢後來跑去逢甲 念那個電機系 然後再來跑去草陽科大 念資工系 那最後去陳大 所以我是陳大博士的一個 電腦與通訊研究所的博士 所以我是那個通訊方面的博士 然後後來在那個陳大畢業後啊 跑去那個車廁做工程師 然後呢最後才跑來就是 會跟大家當老師 那就是他有機會在這邊 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一個分享 所以跟大家先講一下 什麼是不學士 而且講這個東西其實蠻詭異的啦 對他大概就是說 你今天去念五專啊 畢業後大概相當於高二的學歷 高二的學歷 可是那當年為什麼要去念五專呢 沒有辦法啊 因為我爸說那個 那裡離的大家比較近 因為我家在淡水啊 就說那你去念那邊 好吧就去了 對阿澤老實講 完全沒有自己的一丁點想法 也不能說完全沒一丁點啊 我那時候考上的是那個北市商 因為我對那個資訊比較有興趣 可是我爸就不讓我去念了 對他覺得念商沒有什麼前途 叫我一定要念電機系 所以就去念了 那後來的時候呢 大概五專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你念完大概降到大二的程度 那大二的程度不上不下 沒什麼用 所以呢假設你今天念了跟我當年一樣 是五專的話呢 那接下來你大概就要面臨兩個選擇了 第一個選擇就是去念大學 那就是叫轉學考大三 那第二轉的叫做二技 那我當年是選擇念轉學考 就是去 我去跑去逢甲大學念電機系 在附近而已嘛 所以 所以首先呢就是說 各位啊 因為你現在升大學嘛 你要是說念到大學之後呢 如果念得不開心的話 轉學是一個途徑啦 但是因為我現在當導師啊 就是大一的導師 就是那些小朋友 就是被盪了一屁股在 然後跟我講說他要轉學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同學 你的那個成績被盪一屁股在 你有哪個學校要你啊 哪個學校要你啊 所以假設你真的想轉學的話 那個成績 成績不要太糟糕 尤其是一上的成績 不要太糟糕啦 一些基本科目還是要好好的維持 要做為自己一些學生的基本素養 因為你要想一下你 你之後假設你想轉學的話對不對 你現在修的那門課 那些課 你在未來的學校是不用再修第二次的 不用再丟第二次了 所以呢 就是我那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去逢甲電機的時候呢 就是抵免了很多科目 所以我就是準時四年就畢業了 就是在念兩年而已 不然的話你如果成績不好去那邊 大概就是要重修一屁股再 所以呢就是順便提醒各位啦 因為你們現在考上的學校 不見得是你有興趣的 有可能是你沒有興趣的科系 那你可能會念得很痛苦 或者是說你有可能就是說 隨便好好念 這都有可能 但是當你想轉系的時候 然後那個成績要先好好維持啦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然後接下來發現一件事就是 我跑去那一個就是 柴陽科大念資工所 老實講這個是蠻跳痛的東西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興趣 我們當年在念這個電機系的時候 念什麼東西呢 那個有點暗 不過這個我們把它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欸這怎麼不能放 沒關係 這是我前幾天去下載的啦 那個就是柴陽科大學電機系 他要念什麼的 就是 這是93年的課程 什麼電磁學啊 電波啊 跟光電 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嗎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沒有啦 就是反正就是一些電的東西嘛 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 在資工所念的是 跟網路有關係的 這是一個跳痛跟跳鬼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啊為什麼發生這種事呢 因為我覺得很無聊 所以我覺得電電機系 我覺得很無聊 我不喜歡 所以呢 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當年大學畢業的時候啊 真的不需要念研究所 真的不需要 我們那時候 馮甲大學畢業的時候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會升學 三分之一的人就去工作 那還有三分之一幹嘛 岩壁 為什麼要岩壁呢 對 就是岩壁 念大五 為什麼呢 念國地大學研究所 或是為了出國 就是考託福多益 所以我們當年的 馮甲大學的同學學生 他們都算是很頂 還算不錯頂尖啊 那都是出國啊 或是念國地大學的研究所啊 就是去那種裁程基礁等之類的 就是犧牲一年的時間 好好的準備研究所考試 然後去那邊 那我比較 可是問題他們上去都是電機啦 因為我對電機真的沒有興趣 但是我又不想要岩壁 我比較詭異 我就是不想要岩壁 所以我就幹了一件很 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對資工有興趣 剛剛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對資訊很有興趣 我想要唸北施商的資儲科 可是我家不讓我唸 對 所以怎麼辦呢 他們大學 他們覺得大學畢業後 就不會管我了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研究所來唸 我有興趣的科系 所以我想唸資工所 可是資工的東西 我沒有一個會喔 我全部不會 怎麼辦呢 我去查詢全台灣 所有學校的資工系 他們要考什麼 他們要考什麼 你想念 因為你想研究所這件事情 對不對 是一個系一個系去考的 不是像你們現在連招一樣 大家都考共產科目 不是不是 研究所是 你想考那間學校的那個系 怎麼辦呢 他就會發報名簡章 他會告訴你他要考什麼 然後你就去考 所以我去查詢的全台灣 全部學校的資工系 考什麼 剛好 那個 草原科大資工系考 電子學電路學 那個電子學電路學 是電機系在念的東西 剛好我會 我不想浪費一年的時間 我就去了 我就去考 然後我就考上了 好像成績還不錯喔 因為畢竟我是電機出身的嘛 對就是電方面 所以我對電機沒進去 但是我還是要好好地念它 所以咧 我就去啦 然後呢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不想做的事情 結果我發現 另外一片天 為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說 強迫自己做沒有興趣的事情 還是會做 也做得不錯 但是呢 總覺得少了什麼 還滿無聊的 還滿無聊的 那可是呢 當我發現 念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之後 然後呢 很有趣 很有趣 就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那所以呢 我也是發現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未來也許會遇到 轉系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學校 我們也是要負責一些招生 像最近 那個 有時候有些高中的老師 會過來跟我們對談 他會跟我們講一句話 就是說 今天那個 動畫系的 你要嗎 就是會動畫的 會畫畫的 愛打電動的 你要嗎 像這種科系啊 你們都不會要啊 那 那定這些標準有什麼用呢 我就在想說 沒有耶 我喜歡耶 因為我喜歡會打電動的人 來跟我一起 我們可以用AI 做一些電動玩具方面的東西 譬如說開車這件事情啊 當然是要用電動玩具來模擬啊 不然還是要開實車嗎 對不對 那會畫畫 畫畫畫是怎樣子呢 你可以去產生一些圖畫出來的啊 沒有美學素養的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學的專長 你的興趣 其實呢 不是像你想像的一樣 只能在某一個地方使用 而是在各行課業都可能會用到 你有興趣的東西 只是你要去發掘它而已 去發掘 所以我那時候轉系的時候 第一個命名的問題是這樣 全部人都會 但是我就是不會 不會 我可以跟各位提醒 當你今天過了一學期之後 就是下學期九月的時候呢 你上大學的時候 這是大家會命名的第一個問題 你發現你的同學會 但是你不會 對 尤其是假設你去課大 你絕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你們有人可能會去課大 那你今天如果去一般大學 難道不會嗎 很難說 很難說 他可能有補習有補過喔 對不對 真的 你有沒有遇到第一個問題 是你的同學都會 譬如說高職的人啊 那個電機科很多東西 電機系他們全部都學過啦 電動學電子學他們都會了 但是你沒有學過你不會啊 所以或者是你有時候會聽到這句話 我說的是真的喔 我常常會聽到這句話 欸你怎麼這個都不會啊 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會 對真的就是不會啊 因為我不是學這一門上來的 我是學電上來的 可是其實講句實在話 這有什麼好困難的 你就問他啊 那既然你會那你就教我啊 對不對 你會你就教我 你就問他就好了嘛 有什麼好丟臉的呢 第一個是你就上網查 那個資訊能力的搜尋啊 在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上網去搜尋不就好了嗎 Google它嘛 練習Google 不只是在學業上 老實講在各行各業 或是各個人生的問題中都是一樣 第三個就是去讀一些論文啊 不好意思 這個是比較適用於研究所啦 研究所 但是如果說對 適用於各位大學的話 就去讀一些英文文章 因為英文的資料還是比較豐碩的 所以各位那個 在未來的話呢 大家很容易會面臨這種挑戰 就是轉系 換跑道 換領域 我覺得會蠻常遇到的啊 因為我換的超多領域 會換超多領域 像有些老師或有些同學 他可以同個領域一直上去 我也是很羨慕他 對 可是因為我剛好比較 比較詭異 換來換去 最後我跑去念博士 為什麼我念博士呢 因為我覺得資訊也有興趣啊 我就做我也有興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去繼續深造 就去念博士 但是老實講 我也是念的不是很順啊 一開始我在成大資工所念博士班 也念了三年啊 那什麼原因我們就不用談了 反正就不是很順 所以呢重點來說 就是你要知道什麼時候要停損 停損 你要損失的時候 有時候不要太 就是說 一直撞下去 而是要停損 那博士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老師講 就說 你要先確定一下 我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希望各位 就很像是我剛剛說的一件事 我想要念 我想念資工所 但是我不會怎麼辦 我就去找方法 然後確定我的目標 因為我這邊已經浪費了三年了 我不希望我博士浪費我太多的人生 所以我那時候確定目標 我要念五年畢業 為什麼不定三年四年呢 因為在成大眾學校 四年畢業非常困難 非常非常困難 那大概什麼困難呢 就是他大概就是寫文章投文章啦 可是那個投文章一次來回要一年的 所以 所以四年很難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說 欸五年 我就一樣做同樣的四年 我就把他的遊戲規則搞清楚 博士畢業的遊戲規則 我把他搞得很清楚 所以告訴各位 做什麼事情都一樣 遊戲規則搞清楚 確定目標 欸我確定我五年可以畢業 因為第五年的那個標準低很多 然後呢去找一些方法 怎麼去達成 再來就是什麼 努力去做 努力去做做看 所以我的研究所其實 或是說博士班成果還不錯 首先就是我期刊大概有史篇 然後呢有蠻多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你想一下 假設你大家都聽過念研究所嘛 念碩士 碩士要畢業要做什麼事情呢 寫一篇碩論 寫一篇碩論 寫一篇碩論的意思就是 這裡加一 這裡加一 所以我五年寫了十篇 相當於你可以念 畢業十次碩士班了啦 對 你可以大概這樣想像 不好意思我只是隨意銳比 這不是真的是 是這樣子 那也去參加一些比賽 那這就是代表我們 大概我們時間是去那個 日本去那邊做一個 展覽跟比賽 然後有些專利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博士到底在幹嘛 就除了寫文章以外 你要做一些實作的東西啊 像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 你今天像這個環境嘛對不對 有時候會有光進來啊 那我就利用那些光 做一些省電的東西 像是這樣 大概是啦 然後做一些再生能源的監控 這個都是跟IoT有關 我聽說各位的學校 有一些IoT的一個設備 那這就是IoT 就是我去監控 譬如說我今天的這一個 這個電腦 或是我的電風扇 或是我的燈 它的一個能耗狀況 能耗狀況 那我就可以做一些調配 調控 或是說遠距離的開關 那個一些家電 像是這一種嘛 這種電風扇啊 假設它沒有關你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也最近也發生 就是說因為家裡不是有文字嗎 就放那個電文箱嘛 就那個電文箱啊 它居然不會自動關閉 所以呢 它開了三天 我才發現 你怎麼還在 對 所以電文箱掛在那邊掛了三天 對啊 那或是說 像你以後住外面 或那個熱水器啊 你可能不知道 就電的熱水器啊 你知道自己去開關的耶 自己去開關 那你不過關的怎樣 沒有怎樣 就耗電而已 就耗電而已 那個電就浪費掉了 這個就是做那種事情 可以遠端的去把它關閉 甚至幹嘛 用AI判斷 你是不是這時候需要 譬如說白天 又沒有人在家 為什麼需要開熱水器呢 自動把你關掉嘛 這就是一種 最簡單的AI的概念 現在AI 然後再來就是 那時候有做一些 就是追蹤監控的 首先就人裡邊視啊 看看這個是不是入侵者啊 然後就追蹤它 預測啦 預測它人會走到哪裡 攝影機先去對準它嘛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預測 所以預測 人裡辨識 這些就是什麼呢 AI嘛 這些就是AI 就是AI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跟大家講 那個不要把AI 想得很了不起啦 沒有那麼好 再來就是AI 只要在某種方面 能夠幫助你 或是比你強 它就是一個很好用的AI 很好用的AI 你也只需要這種AI 那這個是當初我們在博士在做的 這個大概是20 2010年左右吧 所以非常久了 非常久了 但是老實講 現在的家庭很多 也還沒進去嘛 好 那博士畢業以後要怎麼忙 那時候 其實各位 假設男生也是一樣啊 就是 唯一選的就是當兵啊 只是說你要當什麼兵 那時候大概就是就業 直接去就業 或者是當博士後研究 或是國防疫 老實講 以我那時候的興趣來講 我是比較希望是會 待在層大 待在層大 因為我是希望能夠當老師 當老師 但是那時候我後來跑去 跑去做國防替代疫 那我就去做車子 做車子 那坐車子就是這個東西啊 ARTC 它在哪裡 在鹿港而已很近 所以其實我住過西湖 我住過西湖一小段時間 因為從這裡到鹿港的時候 大概30分鐘車程而已 所以我住過這邊 然後這邊又比較熱鬧 比較熱鬧 然後這邊也算是一個好地方 大概就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大圓環嘛 吃的喝的都在這一代嘛對不對 然後呢我那時候去 去ARTC 做車子 老實講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人生真的是充滿了變化 還有就是說 多學一技之長啦 因為你真的不曉得 什麼時候會用到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看一下 我前面講我博士做的東西啊 哪一樣跟車子有關係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真的沒有 對啊我不知道那時候 他們會只要聘我去 是他們自己叫我去的啦 不然我沒有投任何一家履歷 是他們自己叫我來的 對 那所以呢 其實是怎樣 不會的東西學就好了啦 沒有什麼大不了 而且你最後持續投入 你就會變成專家 你就是專家了 像這個車子啊 我們只要投入久了 我就知道他到底內部細節是什麼 他就會了啊 所以還是勉勵各位啊 不要覺得自己不會 沒有啦 一直要花點時間 好好的靜下心慢慢看一下 你就會了 只是說你投入的時間 要多久而已 投入久了 你就絕對就是一個專家 對啊 就像我一樣 通訊耶 跑去做車子 我哪知道車子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我那時候連開都不一定會開 對啊 所以 接下來呢 我可能沒有講一件事啦 就是說為什麼 我那時候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就是來當老師去 去跑去ARTC當一個工程師 那是因為家庭因素啦 家庭因素 對 因為那時候的女朋友說 你跑去學校當博士後啊 博士後研究就是待在學校 類似像博士生一樣 他覺得那不是工作 沒有辦法結婚 啊 所以好吧 就去了 可是問題是這樣 就像是各位一樣 你現在的興趣啊 能不能變成你的工作呢 不見得啦 不見得啦 你的夢想還變成你的工作嗎 不見得啦 不見得 但是問題是 我相信你的夢想 或是你的興趣 它是可以跟你的現實 也就是說 你現在念的書 你現在工作的環境 是可以靠攏的 是可以靠攏的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子做啊 我就是打算先去那邊當國防疫 但是呢 我會 未來一定要回來學校 回來學校 就是確定目標 還是一樣 同一個件事情 確定目標 第二件事呢 尋找方法 尋找方法 怎麼回學校呢 製造履歷啊 製造履歷啊 就是那時候呢 就是我表現得還不錯 所以呢 公司它有一個 送你去美國的出差的名額 那個叫做訪問學者 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左右 所以呢 就是盡力去爭取啊 為什麼呢 出國這件事情呢 是對你的履歷是加分的對不對 絕對是嘛 絕對是嘛 就去爭取啊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讓我對於我的夢想 跟目標靠得比較近 所以我那時候呢 就是去美國密西根大學的 安安保分校 去當訪問學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還是建議大家就是沒事 或者是說 以後未來有機會 盡量爭取出國 譬如說像 尤其是國立大學 這間國立大學是真的是優點 就在於 你比較多機會可以出國 像譬如說我們學校 有跟那個英國的一些學校 做一些 教換學生 你可以去那邊 待個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 好像學校補助你們 100萬 還是200萬 我不太清楚 給你們一些錢 待在那邊 那只是因為武漢肺炎嘛 所以 去年 就沒有去了 但是之前都有 那時候也是類似一樣 就當訪問學者 我們就坐這台自駕車 這台車叫做林肯 你不要想看這台車喔 這台車要台幣1000萬喔 1000 1000萬 然後呢 這是他們學校的校園 你不覺得超漂亮的嗎 對啊 超漂亮 然後這是校園的一角 真的就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就是簡單來講 去那邊隨便看的風景 你們以為是平常 可是對我們來說 那都是畫一樣 真的 那我們到那邊去工作 這是我們那時候坐自駕車 在做這個的測試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街景 就是其中一角 所以你看到他們路邊 就都是這樣的樹 就很像在森林一樣 或是在什麼台東啊 花年那種地方生活 對 就是這個樣子 還蠻有趣的 不過拍這個不是要拍什麼 是要拍這個東西 這個是通訊 通訊 因為我跟他講 我是通訊博士嘛 所以我在坐車子的通訊 但我也有坐自駕車 不測通訊 然後這是做一些通訊 那既然提到了 所以我們就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到底在做什麼東西呢 東西叫做車聯網 車聯網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這邊有 這個是車子的視角 就是這個紅色的 你從這個視窗看得出去 那假設今天這台綠色的車 從左邊這個開過來 下面有一台快速的車 從下面開過去 你平常的劇本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撞下去啊 就撞上去嘛對不對 就像是你今天 假設騎了摩托車 或騎腳踏車 在路上 經過一個十字路口 你是可以預期有一台車 會從另外一個方向的車 直接衝出來 很有可能對不對 但是呢 你是絕對看不到它的 絕對看不到 那這就是類似模擬這種環境 你絕對看不到 所以就透過通訊的方式 告訴我們說 那邊有車 所以你就可以事先做什麼 煞車 這叫做車聯網 車子跟車子透過網路把它連接在一起 就像各位 學校不是有做物聯網嗎 就是東西跟東西連在一起 那連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 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你這東西 假設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電風扇 它現在在沒有人的地方 它還在運轉 代表說什麼 浪費電嘛 就可以遠距把它關掉 它這個就叫做物聯網 物聯網 那這就是一種車聯網的應用 那所以車聯網應用其實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就是做一個實車 可以看到 這邊你看不到任何東西 但是它叫你幹嘛 煞車 為什麼咧 因為它算出來 有一台車會經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台車嘛 有一台車經過 那所以呢 這是其實它的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每一個車子啊 跟之間互相做通訊 或者車子跟路邊 這叫做路側的一個通訊裝置 就像是AP一樣啦 就是Wi-FiAP一樣 你做通訊 那就高出彼此的位置 你就可以去把它停下來 那這就是一種基礎的AI應用 或者是其實那個 測電網的好處就是在於 你應該收集車子的行為 車子的行為 就像是這個一樣 這是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附近的 一個十字路口 就是剛剛的那個路口 所有車子經過 你都可以知道說 他們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離開 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離開 老實講 AI已經在各位生活當中了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我常回去的時候 拿一個手機看 就告訴你說 你回家要開多久 為什麼呢 AI已經知道說 你現在要回家了 你現在要回家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你要開多久 表示他也知道說 你家在哪裡啊 對不對 然後這是在 就是假設 因為這裡 我們也是要做自駕車啦 自駕車 自駕車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要做測試 因為你要知道說 這個車子 它真的在路上跑 那美國他們這邊蠻厲害的 他們就是做一個叫做M City的 這是叫做測試廠 它就是模擬什麼東西呢 路上的道路環境 把它建置在這裡 那你就是讓你的車子 到底面去開 去做一些測試 就是那一些 那個M City的測試廠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他們 Ain Harbor的一個地標 所以你看這就是真實的道路啊 你就讓你的車子 在裡面真的去開 像這個是一個圓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彎道下來 然後這邊就是TOMEDOWN的一個區域 可以做一些真實的道路測試 這是他們的一個地標 就寫的 Ain Harbor 就是安娜堡的意思 安娜堡 然後這一台就是 真實的一個自駕車 自駕車 這個的話 這是2016年的影片 所以已經五年了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上面沒有駕駛 而且還沒有什麼東西呢 方向盤 煞車 油門 全部都沒有 然後呢 它是純電動的 它可以做大概15個人 15個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台是法國做的 它這一台車 我印象中大概要3000萬台幣 在當年啊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其實自駕車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這個是Fold它在冬天的時候 在一個MCD上面做測試 就真實的自駕車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為什麼要在雪地上測試呢 因為在嚴酷的環境測試 才能代表說它的一個性能 尤其是美國是會下雪的啦 在冬天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一個類似3D地圖一樣 那他們就是利用一些感測器啊 你看有人走過去他都可以知道 這就是類似眼睛一樣 類似眼睛 那它看得到東西 看得到路 那車子還能開嘛 就像各位一樣 你用眼睛看到路 車子才會動 才會開 那這個東西叫做 LIDAR 叫做光達 就是雷射雷達的意思 它像是就是各位看一些戰爭片 不是有那種掃描著聲納嗎 類似那個東西一樣 它可以掃描出周圍有 什麼東西出來 這個光達目前對自駕車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裝置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車子看到東西 當然還有另外一派叫做Tesla Tesla是說我不要光達 因為它太貴了 不用攝影機就好了 攝影機 那這個就是 光達少出來的一個樣子 可以看到 就是這台車嘛對不對 然後呢 你今天這個人啊 在他周圍走來走去 那這台車就是那台Navia 這邊走來走去 你是看得出來 它是人的 它是從上往下 鳥砍往下看對不對 看得出來 這好像是一個人在走來走去 這都是光達厲害的地方 那你可以大概看到 它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右邊這邊呢 是把光達裝在上面 那我就從這邊開一圈 可以看到什麼呢 樹 可以看到樹 周圍的環境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些變化 是要做什麼東西呢 我就可以知道說我的路在哪裡啊 我就可以開嘛 對不對 就可以開 所以我們坐自駕車的第一塊 就是要先看得到東西 看得到東西 然後呢 剛剛那些都是附帶一體啦 因為 match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嘛對不對 雖然說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剛好 岔嘴跑到那邊去 但是我還 才回來跟大家講 介紹一下 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 欸 大家如果說真的能夠去的時候要去 因為那邊真的超漂亮 這就是他們校園的一角嘛 就是到處都是楓葉 楓葉 而且他們校園很大 但是我要給大家看的 其實不是這個 而是這個 我去偷看一下他們上課的一個狀況 有辦法放大嗎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偷拍啦 我就很 很小心的偷偷拍了一下他們上課的狀況 欸 各位看一下你的左右 多少人睡著了 多少人睡著了 欸 看一下 欸 上一頁 這個 這個不好意思 大家也許看不清楚 沒關係啦 沒關係不用 對 因為這個可能版本問題 大家在這邊瞄一下啊 沒有人在睡覺 他們都在專注的聽 再不然像這一個他不在睡 他就是在 就是呆字的在做筆記 對 可是你看一下各位周圍 已經有人睡著了 那個 因為我跟那個就是密西根大學的 那個彭教授 也還算有交情有認識 有一次我邀請他來陳大演講 大概是兩年前的事情嘛 因為COVID-19的關係嘛 對不對 大概兩三年前的事情 邀請他來陳大演講 我們就聊天聊聊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因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講說 欸 為什麼你們陳大的學生啊 怎麼上課都在睡覺啊 欸不好意思 陳大也是這樣 陳大也是這樣 那我就說 對啊 我覺得你們密西根大學 那時候參訪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在睡覺 為什麼 為什麼 啊 有沒有人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 他們 密西根大學的學生 上課都不睡覺 但是我們學校的 我們學 我們台灣的學生 連陳大 陳大 不好意思我還是要講 陳大的學生 陳大已經算是台灣很頂尖的學生嘛 都在睡覺 都在睡覺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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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夜 哪有那麼認真啊 我跟你講 他們美國學校的 功課壓力 比我們還要大 非常多倍 非常多倍 比陳大還要大 那他們為什麼不睡覺 他們 欸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不知道 我在陳大念書的時候啊 我們 一學期大概有四個月對不對 四到五個月嘛對不對 約四到五個月 我們 一學期要考三次期中考 一次期末考 再加上 那一個就是 期末報告 那叫Final Project 像情報報告 不是寫平報告就算了 你要做出一個東西 讓老師看到 然後呢 要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再加上一份報告 這是我們陳大 一學期的課程 考四次大考 加上一個Final Project 那個作業我們就不要談了啦 那個都是叫小咖 小咖 所以這是我們陳大 一門課一學期的工作量 不好意思喔各位 你跟 我不知道你們的功課量是怎樣 但是陳大是這樣 陳大是這樣 但是呢我們陳大學生都會睡覺啊 那他們比我們更重 因為我們更重 你就知道多慘了 好 為什麼 學費 陳大一學期的學費六萬塊 他們呢 也是六萬 不過是美金 不好意思喔 因為他們一學 一年是三學期 所以應該這樣講 一年的學費約十二萬 他們也是十二萬 美金 美金 美金喔 所以他們一年 大概要繳約三百萬 三百萬 三百多萬的台幣的學費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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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拿這麼努力呢 因為他們要拼獎學金啊 藥學金 藥學金 所以呢 人家非常的努力 上了這麼好的學校 所以各位 那個 在你擁有這麼好的資源的時候呢 多加油一下 多加油一下 你去看一下美國人就知道了 對 他們是這樣子在念書的 然後呢 為什麼呢 因為學費壓力真的非常沉重 所以他們很多在就是高峰畢業 不見得會馬上念大學啊 因為大學學費真的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所以他們會很珍惜他們的教育資源 所以我希望各位就是說 未來你們有機會出國念書 或是去念國立大學 都好好多珍惜你的教育資源 因為台灣的教育資源算是比較廉價的 因為他們美國就是長得是這樣 就張照片為證 真的沒有人在睡覺 然後他們的環境也很漂亮 對環境很漂亮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建議各位 為了要出國對不對 好好的去練你的英文吧 就是 那時候去密西根稍微瀏覽一下 因為我大概是 10月11月去的 這時候剛好是萬聖節 所以他們路邊就擺了很多的這個南瓜 然後這是他們隨便拍的 就隨便一個地方 你看就很像風景畫一樣對不對 真的是隨便拍的 真的是隨便 所以就是這樣子啦 你為了要好好出國 好好練一下你的英文吧 為什麼要講為了出國啦 給大家一個目標 給大家一個目標跟願景嘛對不對 你總有一天你也想出國吧 對不對 不管是去哪 就算你去日本 你跟人家對話難道講日文嗎 你想去韓國難道講日文嗎 但是講英文啊 所以呢 好好練各位的英文 尤其是大學也是一樣 練習你的英文 那英文要怎麼樣子練呢 像各位如果是大學生的話 你就讀有興趣的文章 像有些人會聽那個什麼 像我有一個同學是這樣 他是去看美劇 然後他看兩遍 第一次用聽的 第一次用聽的 然後第二次再看一次有字幕的 然後他是這樣子的去提升他的英文的 不知道老實講 我們像去國外 有時候我們只聽得懂 比較台式一點的英文 像有些外國人講英文會講得很快 有點黏在一起 我們聽起來就很痛苦 或是口音不同 那個發音都不太一樣 那個真的是要去靠多聽 多聽 那美劇當然是一個很好的 那假設你外來念研究所 當研究生的話 最簡單就是讀論文就對了 所以看文章 讀論文 那這個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事 那你不喜歡看文章 你就用聽的 聽的 你就練習一下 像Podcast 有很多英文的Podcast 對不對 或是你聽一些美劇或是英劇 或是有些各種不同的劇 去聽一些英文用聽的 當然因為我個人覺得比較麻煩啊 因為我看劇我就是要輕鬆 所以我懶得看兩遍 但是這是個人的方式 你挑一個你喜歡的方式就好了 那第二個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你看到那個英文單字啊 文章的時候 請不要在旁邊寫中文啊 請不要在旁邊寫中文 絕對不要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是我個人的建議 因為呢 你去讀那個文章 你旁邊寫中文 當你看第二遍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跳過那個英文啊 直接看那個中文 所以你對這句話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看得懂它 但是你看得懂不是看你的英文懂 而是看那個中文懂 了解嗎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子 你不要寫中文在你的英文文章上面 英文文章上面 你可以畫紅線畫重點都無所謂 但是呢 請不要寫中文在上面 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你遇到單字對不對 不會就查 然後要做什麼呢 聽它的發音 因為你去Google它嘛 聽它的發音 然後順著那個發音去幹嘛 把它唸出來 然後自己讀一遍 整個句子讀一遍啦 或是整個段話讀一遍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用寫的把它寫一次 然後要做什麼事情呢 跳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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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特別背它 也不要特別死背 你就是把它唸一遍 然後呢 就跳過去吧 為什麼呢 因為死背的話 那個記憶力反而比較損失 而且容易讓各位失去信心啦 因為它很無聊啦 反而是幹嘛 多查幾次 也許查個20次30次 用同樣的話的話呢 你就會記住它了 就記住它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我個人建議 當然因為我不是英文老師 所以我只是分享各位 我自己的學習方法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就好 然後最後呢 那就是嘗試跟外國人亂講話啦 亂講話 我說亂講話的意思是 你不要覺得自己的單字量太少 你不要覺得自己講的話 文法不對 就跟他講話 無所謂啦 他們自己會猜你的意思啦 就會猜你的意思 就算你的發言不準對不對 那他也是會猜 一手話講到最後面 自然而然 對方就聽得懂了 聽得懂就好啦 語言的目的就是要聽得懂嘛 你就嘗試跟他亂講話 為什麼你在亂講的過程中 你會慢慢回想起你以前看過的句子 念過來的句子 你就要稍微套看看嘛 對不對 就是一種練習 試試看亂講 真的沒差啦 講這種話的話 你就想一下他又不認識你 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最後就是 不要特別硬背啦 我個人覺得 你就是多做幾次 慢慢就會記得起來了 當然這個是為了生活 考試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要告訴各位 好 那所以呢我個人是這樣 人生痛滿驚喜 各位 我一開始是通訊博士 做通訊的 跑去坐車子 現在我在忽偉科大飛機系 所以我變成坐飛機了 對 不過還是這樣建議各位 就是持續有餘面對挑戰啦 我們就是持續學習新的事務 那這個是忽偉科大飛機系裡面的 飛機管裡面的一些飛機 裡面有蠻多飛機的 各位那個有興趣的時候啊 我會也不是很遠 你就進去去參觀一下 有很多飛機可以去參觀 這是裡面其中的一個飛機 先給大家一點點人生的一些建議啦 就是說挫折是正常的啦 挫折是正常 每個人都遇到挫折 這樣不要覺得像我們現在當老師 就完全沒有挫折 沒有 我們也是一路遇到挫折 遇上來的 那甚至於有時候 像我們是菜鳥教授 有時候遇到一些比較資深教授 我們也是會面臨很嚴重的挫折啊 對不對 那他有時候會幫我們批得體無完膚 好像是個廢物一樣 這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沒什麼大不了 那個好好調適他就好了 調適他 而是要專注於加強自己的不足 為什麼 因為他批評你 代表就是說你那點真的不行嘛 你就補強那一點就好啦 你要知道就是一個人最弱的地方就是 就是人家批評那一點嘛 你把他補齊了 至少你就是又厲害了一點啊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呢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確認一下你自己的目標啦 盡量抓住生活中的一些機會 就像是我希望回來學習一張老師 對不對 可是當老師這件如果去業界 老師講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N年的空白 因為畢竟是不一樣的事情嘛 所以呢 多累積自己的機會 多增加自己的經驗 盡量抓住你的一些機會 接下來再來就是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我發現就是 有些同學其實沒什麼禮貌 禮貌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代表說你尊重他 你希望被人家尊重 你就要先尊重別人 所以要給別人一個好禮貌的印象 人家就會對你有一個好印象 所以禮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我甚至覺得比上面還重要 上面還重要 因為禮貌表達出來說 你是尊重他的 人家就會尊重你 對不對 最後一個誠信啦 真的要有誠信 因為很多人沒什麼誠信 就是你答應別人的事情 但是你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這個蠻多例子 我們就不舉例了 那這也是老師常談 大家聽一聽就好 這場要表現出你的努力啊 知道嗎 那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那個飛機系啊 到底在做什麼 當然我們不會講得很困啊 我們就講一些比較浮面的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不好意思 如果因為我沒有把它改成中文 大家稍微盡量看一下 Man vehicle就是說 就是說無人載具的儀式 那所以無人載具的儀式 其實儀式就是說 你這個無人載具裡面是沒有人的 只有我們現在 我們飛機系 就是我這邊實驗室 我們在做的事情 大概主要是兩塊 第一個就是這台自駕車 這是我們剛剛看過的影片嘛 這台叫做Navia的自駕車 它現在很厲害喔 它在那個UEM的校園裡面 它已經是可以去走了 在2018年的事情 現在已經2021囉 那第二件事就是2020年的時候 現在無人機 開始有這一種無人機了 載人無人機 載人無人機 這個是在首爾那邊 首爾 然後呢 它就是在那個首爾的 應該叫漢江吧 不好意思我沒有很很確定 應該是漢江吧 就是運人過漢江 那就可以省很多的時間 我記得在日本也想要坐在大阪那邊 他們想去神戶嘛 也是隔一條河啊 所以呢 以前都是坐船過去 他們家的規劃想法是 也是坐這種無人機直接過去 不過大家一提啊 這台無人機不是很國做的 是中國做的 是中國做的 是中國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心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中國在無人機這一塊 真的是比較厲害 真的是比較厲害 好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自動駕駛呢 自動駕駛 就是說 這個無人車跟無人機啊 他們需要有人去開它嘛 在以前是人開啊 那我們為什麼需要由AI來開這台車 這台飛機呢 因為啊 百分之九十的車禍都是人造成的 百分之九十不騙你喔 百分之九十 那譬如說酒駕啊 酒駕的原因是酒嗎 不是啊 是人嘛 是人嘛對不對 那譬如說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騎一騎腳踏車啦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離門上不會騎摩托車 不小心撞到東西 或是摔倒的狀況 我記得 我印象蠻甚至這樣 因為我以前念那個 聖約翰科技大學的時候嘛 我就是 我家做淡水 所以我也是騎摩托車去上學啊 結果也是騎一騎 然後呢 因為我們大概是早八的課 早八就是早上八點的課 所以呢我們大概七點多啊 可是各位你也是學生嘛 十二點的你會想睡覺嗎 有些女生可能比較乖啦 不好意思 像我就不是那種 我是很愛玩的 我要玩到一點兩點我才會睡覺 叫我八點誒 等於說我是六點多還要起床 怎麼啃啊 這也是我叫做騎騎騎 然後呢 前面有個彎道 沒有注意 結果就整個摔下去了 就滑刀擂殘了 為什麼 這告訴大家什麼 師神嘛 師神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事情呢 那個路太熟了啊 你以為你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呢 90%的車禍呢 都是人造成的 都是人造成的 只有10%是環境 或是機器故障 所以呢 車禍都是人為的啦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今天不要有人開車 全世界不就少90%的車禍了嗎 對 這就是自家車的一種想法 一種想法 所以其實人類比較擅長在哪裡 就是第六感啊 第六感 有一種就是對環境判斷的一種能力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一種第六感 你覺得第六感就是 當你今天騎車或開車的時候啊 前面有一台車 他會想抄到你面前 你會只用一種感覺 他好像想過來了 對不對 那種第六感 人類對這種比較擅長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騎車啊 或開車的中間的時候 這個是 藍色是我們人類 黃色的是這個 AI 你覺得啊 AI什麼時候才需要補助你呢 其實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呢 就是 你剛開始上路的時候 第二個狀況呢 就是 你要停止的狀況 第一就是說 人類的集中力的時候呢 實際上的話呢 它是需要有一種過程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騎車的時候 老實講 你什麼都沒有在理的啦 就像我剛剛講 剛睡醒的時候呢 腦袋很不清楚嘛 對不對 還在運轉 未開機中 未開機 所以開機中的時候需要時間 這時候呢需要AI幫忙 當你開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你就很厲害了嘛 職業駕駛了 可是問題說 那段時間能維持多久呢 大概十幾分鐘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聽過TED的演講 TED的演講 大約13到15分鐘嘛 為什麼 因為他們經過統計 人類的專注力只有那十幾分鐘而已 所以超過那十幾分鐘呢 就會幹嘛呢 急速下降 急速下降 說句實話 我開車的時候也都在發呆 對 所以我們需要依賴高科技來幫我開車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幹嘛 需要AI來協助你 來來協助你 所以這個是美國他們統計啊 大概94%的車禍啊 都是人為的 那車子其實是多少 2% 環境2% 另外就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2% 不知道 所以94%都是人 那機器故障只有2% 所以要是今天說什麼 出車禍啦 車子暴衝啊 對不對 老實講 沒有人會 相信的人會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機率只有2%而已 2% 那所以呢 AI自駕車 大概就想打造 就是類似這種社會一樣 就是如果全部的車子啊 都是由AI來開的 紅綠燈就不需要 那這個道路呢 自動就會非常的一個順暢 順暢 那這駕車大概有分幾個level啊 大概就是第0到第5 大概就是自動化的一個程度不同差別 那因為這比較艱深 所以我們只要有 有概念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大概在哪裡呢 大概在level 2 level 2 level 2這個叫做 ADS 就是那個 那個駕駛輔助系統 意思就是說 各位 我不知道說你家的車怎樣 但是現在有的車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的方向盤啊 是可以放開的 或者是什麼呢 你的油門是可以放開的 大部分的車是油門可以放開 對不對 就是那個叫做ACC系統 就是你在路上有個叫定速系統 定速系統對不對 車子的速度會自動固定 所以你呢 你整個的油門是不需要踩的 不知道大家也知道有這種車嗎 大家知道有這種車嗎 真的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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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貴啦 大概100萬上下 100萬上下 所以不是很貴的車就有了 現在越來越多車有這種功能 那這種功能大概是level 1 當你可以把你的方向盤放開的時候 放開不代表說你不需要握著 像Tesla的車還是要握著喔 那就大概是level 2的車 所以現在的車子大概在level 2 實際上是level 3啦 但是大概是level 2 然後呢 坐駕車大概需要做什麼 就是一個感測 就是Sensor層 感測層啊 決測層跟動作層的一些 一些東西 大概的概念就是說 你需要去知道說路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你要可以看到它 可以看到它 然後呢再來是要去想一下 想一下 就像人類一樣 當你要操車的時候你要怎麼操 所以這就是AI要進去了 AI 最後呢就是車子真的去使用 去動 去動作 那這就是LIDAR LIDAR 我來看一下LIDAR是長什麼樣子 欸 怎麼不會動 這是LIDAR掃出來的畫面 就是印證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我們坐自駕車需要LIDAR呢 因為你看 LIDAR這樣掃過去啊對不對 這是一個人 這是一台車 大車嘛 這是一台小車 這是建築物 你是看得出來的 你是看得出來 那你就說 為什麼不用CAMERA就好了 CAMERA就好了 為什麼不要呢 各位女生應該深有體會 當你把你的相機交給你男朋友的時候 叫他幫你拍照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拍一堆爛照片 不是逆光啊 就是看不到重點啊 對不對 尤其是逆光 我們要講就是逆光這件事情 光源對於攝影機非常重要 當逆光的時候 你什麼都看不見 當晚上的時候很難看得見 但是呢 LIDAR沒有這個問題 它全部幾乎都看得見 而且很辨識 所以它無懼於環境的影響 但是CAMERA不是這樣 CAMERA不是這樣 所以呢 為什麼現在自駕車很多都需要裝LIDAR 可是但是它非常貴 它非常貴 大概貴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300萬台幣以上 一顆 所以為什麼剛剛跟大家講 一台自駕車要3000萬 因為它不能只裝一顆LIDAR 它可能要裝6顆以上 或是4顆以上 前後左右嘛 4顆啊 至少嘛 對不對 一顆300萬 4顆1200萬耶 這一台NAVI要3000萬 是這樣子來的 是這樣子來的 不過不要回心啊 現在台灣做到很多自駕車嘛 有空可以去做一下 在台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CAMERA的話 大部分是用在 這個無人機上面 為什麼 因為無人機你不會在下雨天飛吧 那你也不能在晚上飛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而且LIDAR它 又大又貴又重 不適合放在無人機上面 所以無人機 像是這一台是DJI的無人機 它上面有很多什麼 CAMERA 這就是CAMERA嘛對不對 這個是空拍用的 但是這個才是作為環境感知用的 你要讓飛機 又讓車子看得到東西 然後判斷的是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做什麼 你想要做任何事情了 做什麼事情呢 就做影像處理 譬如說 這邊有一張貓的照片 對不對 你要讓牠知道說這是一張貓啊 而且知道位置 那位置 那以及就是你的監測 當然有很多的 不只是貓 還有其他 你能夠把它辨識出來 而且能夠把它圈出來 這就是影像處理要出來 也是AI在做的事情嘛 因為你想要做任何的決策 你要先做什麼 看得見嘛 看得見 那這一個就是 再幫我點一下 就是剛剛說的一個小例子 就是那一台TELO把它 你幫我拿出來好了 對先把它點 讓它運行一下 對讓它動一下 這是畫面 這是畫面 是這一台無人機 就是這台小小的無人機 那你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是想做到事情很簡單 穿過那一個 護拉圈 那怎麼辦呢 你要先看得到嘛 有沒有看到這邊 你要先看得到 這邊有個護拉圈 然後讓它知道說 你這個是可以穿過去的 然後就叫它往前衝 就穿過去 所以這架車的概念就是這樣而已啊 這麼簡單而已 那它看得見東西 知道哪裡可以飛 知道哪裡可以走 然後呢 就往前走 其實 概念上就是這樣而已 這是一台小無人機 其實說的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是蠻麻煩的 除了感測層以外 感測層 感測層就是這台飛機上面有的東西 譬如說攝影機 CAMERA就叫感測層 那首先你要先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這叫 這個就是Possession 然後再做決策 就是你看得見那邊有個環 然後呢你要決定要往前衝 然後再有什麼 賦予動作 把它衝過去 所以這個叫做Multi Engine的一個System 就是你有多個AI系統 那現在有的叫做End to End的一個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就是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 大家也許沒聽過也許沒聽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就好了 然後就是直接用Deep Learning呢 去直接做一個判斷 這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些AI Model 只是講穿的就長這個樣子而已 像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盡量看一下 它就是有一些圖片輸入進來 然後你根據這個走道樣 像你看一下這邊是不是像是好像要左轉嘛對不對 就很像是一樣你看它好像要左轉了 所以你的方向盤就往左撇嘛對不對 其實AI就是這樣子啊 AI就是這樣 但是你怎麼讓這個台車子知道我現在要左轉 這樣彎多少時間呢 叫人去開嘛 叫人去開 所以我剛剛有講 其實我也蠻需要會打電動的啊 為什麼 因為你會開賽車啊 你就像這樣一樣開賽車開一圈 然後呢 它就會學你什麼呢 開車的行為 AI就會學你開車的行為 它可以知道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視覺底下的時候 我需要往左短方向盤轉幾度 然後呢 速度有多快 速度有多快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AI其實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Learning Deep Learning Learning 學習這件事 這件什麼叫做AI呢 就是學習各位 你怎麼樣子去看待一件事物的 舉個例子很簡單啊 各位你們小時候啊 看到火 你媽會跟你講什麼 不要碰它 看到電 跟你講不要玩它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一定會做什麼事情呢 聽媽媽的話嗎 沒有這件事 一定就會幹嘛 去玩火 去碰電 手就伸進去看看 然後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被燙傷了 被電到了 然後呢 你就不敢玩火了 你就不敢碰電了 對不對 這就是什麼 學習 這就是學習 人類是這樣子學習來的 從錯誤中不斷學習 那這個學習叫做強化學習 reforcement learning 那或者是說另外一個叫做深度學習 大概也是利用你這個經驗的方式呢 去學習就是你今天要做什麼決定 那這個 這個都是人類 就是現在AI就是模仿人類學習的途徑 來增加AI的一個智力 那這大家聽一聽就好啦 所以最後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大概是做一些事情啦 那首先呢 大概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做了一個無人機 那我們想要幹嘛呢 就去做一個拍照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就是你在無人機啊 那你就去設定一些路徑 然後呢會做一些航拍嘛 航拍完了以後老實講 這個看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什麼大地圖 大地圖 這個才看得出來 所以呢要做一些事情呢 讓它變成什麼事情呢 變成這樣的一個大地圖 大地圖 那當然有經過一些AI去校正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完整的一個地圖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AI的一些應用 然後另外我們做這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有趣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你今天無人機啊 飛在天空中 可是無人機大家知道做能飛多久嗎 30分鐘 包括那個載人的啊 大概都是30分鐘 30分鐘 那這一台小無人機也大概是二三十分鐘 所以呢 第一個問題來了啊 能飛30分鐘的無人機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用途很少 用途很少 所以我們想增加它的時間 增加它的時間的話呢 大家就想 我就乾脆放太陽能嘛 問題是說 大家想一下 太陽能放在哪裡 正中間嘛 正中間嘛 有什麼用嗎 沒有 因為電力太低啦 大家都知道太陽能電力很低啊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想跟著掛氣球好了 試試看 這有在動嗎 對 掛氣球 就把它掛氣球上去 所以掛 用浮力的方式吊著它 吊著它 那就可以讓它飛得比較久了 然後大概有人飛多久 就是大概飛這麼久 本來是12分鐘 變成30分鐘 但是不完全是靠浮力 靠的其實是什麼東西呢 浮力去提升那個重量 這樣我們就可以換比較重的電池 是用這個換算的方式呢 讓整個飛機呢 本來從12分鐘 變成飛到30分鐘 所以利用浮力的方式 可是現在下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那個刮一顆氣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個飛機會晃來晃去 就很像是 池鐘一樣 下面那個鐘擺會甩來甩去 為什麼因為那顆氣球啊 會被風吹帶動 所以看到它晃來晃去 那所以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利用AI的方式呢 去判斷一下 假設它現在是什麼狀況的時候呢 飛機的飛行 就要做一些相對應的調整 這也是用AI去做判斷 只是它需要做一些即時判斷 所以這是AI的優點就來了啊 AI它不會疲倦 不會出錯 然後呢這種重複性的判斷 它都可以去做 所以AI慢慢會在各位的生活中 而且是在什麼 很小的一個地方 很小的地方 所以不要覺得AI很偉大 它能夠幫助你一個小地方 對你來說就是一個 非常有用處的一個東西了 那這個這個是 是類似剛剛的影片啊 就是說那個飛飛啊 如果說讓它晃太久 它其實是會掉下來的 會掉下來 那沒關係 因為那個電腦好像 有些狀況嘛 沒關係 我們剛剛有看到影片就好了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自駕車的一個部分 自駕車 那這些有些比較深的 大概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些資料的收集 就是人開車啦 意思就是說你各位人去開車 我就收集你的一個駕駛行為 我就可以學它怎麼開 那我們 我們那邊就不是用玩具車了 我們現在目前是用真實的車 這都是兩台都是電動車 那這個是一個A4所開發的電動車 那這個是高爾浮酒車嘛 大家應該就看得比較清楚 那另外一個就是用模擬器 用模擬的方式 因為畢竟實車去開是很危險的 所以大部分都會用模擬的 用模擬的 就像在玩電動一樣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電動玩具的駕駛艙啊 這就是電動玩具的方向盤 真的是在開電動去開這台車 那收集各位的行為 那其實也發現一件滿有趣的 那個有個評審就告訴我們說 你這台車為什麼它都晃來晃去 我們就只要告訴他說 沒有啦 因為開車的同學不會開 就晃來晃去 對 好 然後我們是在那個 台南沙輪這塊地方 這個在哪裡呢 就在高鐵那邊 它就很像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密西根大學的M City一樣 它還是做一個自駕車的測試場 所以台灣的測試場在高鐵那邊 但缺點是有點小啦 有點小啦 大概多小我也不太確定啦 不過好像是 就是美國M City的 不知道是六分之一還是多少 我也忘記了 反正它是滿小的 但是至少雖小 但是很多事情還是可以做的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場地 然後你就要把它輸進去AI Model 那這是一個AI Model的狀況 那我們也不需要細講 就是大家稍微看一下 是這麼回事就好了 那以及就收集大家的駕駛行為 就需要像這種逆光啊 隧道啊等等之類的 把它收集下來 那就可以做出什麼事情呢 就是叫同學去開開看 然後呢看到前面有車 你就要停下來 停下來 這是一種煞車的行為對不對 煞車那就叫AI來做 那尤其是煞車對於我們載具安全 非常重要 比如像最近也因為太多這種意外了 然後或者是說像是這個 維持車道內的一個行駛 那還有就是跟隨的前車 跟隨前車 這都是用AI做 就是用剛剛的那個Model來判斷的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秀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台車開車其實是靠的就是 這個影像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中間這個車道線嘛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這個影像是什麼影像 是深度 深度影像 深度影像 讓你知道說你跟前面的物體的距離有多遠 距離有多遠 那這個LIDAR主要也是在做這個用途嘛 然後這是在不同的一個氣候底下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車的一個情況 可是我們這個是在剛講的 那台南的沙輪那個地方 就是台南高鐵那個地方 就是坐一台實車 那讓它可以真的去開車 所以就是說 在未來各位大學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可能會做一些真實的東西 真實的 比較有趣嘛 像這個就是真實的車啊 真實的車 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說沒有殼啦 但是實際上它是一個真正的電動車 那這是跟著這一台就是腳踏車在開嘛 它其實概念都是一樣 透過攝影機去看著前面的那一台車 然後保持距離這樣子開 所以希望各位 那個未來升上大學之後呢 就是除了精進自己的技能之外呢 尋找一下你的興趣 然後呢 能夠加入實驗室 就可以去加入一個實驗室 去做類似這一種實在的東西 實在的東西 所以呢 最後是這樣子 那個其實人工智慧啊 在各個領域都會出現 你不要覺得說你未來是文主的 那你就不會遇到 絕對會 絕對會 那只是說它出現的地方 你不一定有意識到 實際上它就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那 而無人載具的地方的話呢 人工智慧絕對是趨勢啊 絕對是一個趨勢 那就是為了讓各位行更安全嘛 對不對 行更安全 所以相當能夠做一架進去 絕對是非常缺失 所以歡迎各位 你在下學期間就變大學生了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 一起來加入這個 人工智慧的一些行列 然後呢 最後是這樣子 因為我好像聽到 好像你們好像也是希望 有一些升學方面的啦 所以 不過我後來現在才發現 其實有點太晚了 因為你們的資料 我們早就看過啦 假設你有申請 不過我還是給各位 一些小小的建議啦 假設你會來準備書面的話呢 盡量專注於自身的特色啦 換一些有趣的照片 什麼意思呢 我常常看讀大家的自傳啊 會發現聽到什麼事情 你們都會寫一個 我從小生在一個民主的家庭 我想說大家的家庭都是民主家庭啊 好是講這個應該是補習班的志士啦 然後還會介紹你的家裡 什麼爸爸媽媽兄弟姐妹有幾個啊 好是講不太重要 因為我們只關心你而已 我還是要告訴他 自傳這東西呢 要好好寫耶 你不會只升大學 你有可能會升研究所 或是你未來要就業 我們不一定會讀你的所有的東西 但是自傳我個人覺得一定會讀 因為我想了解你 所以我一定會讀你的自傳 至少我以我的立場是這個樣子 所以自傳要好好寫 專注於個人的特色 不要寫一些虛的啦 要寫一些虛的 然後再來就是英文非常重要 我的建議是這樣 一定要考多益 因為我只認得多益 其他我不認得 所以你考了對我來說沒有用 我相信對於其他的評審 也是有那個可能性 所以呢 因為我的意思說 我考比較有公信力的 比較有公信力的 那再來就是說 我建議大家要做一些實作的東西啦 就是用影片 像剛剛那樣子 用影片來展示你的成果 用影片來展示你的成果 而且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個人 建議不要用Arduino啦 建議不要用Arduino 對 為什麼呢 我不太確定啦 我說我不太確定有沒有用 因為對我們來說 那個東西比較 比較常見啦 我們講比較婉轉一點 比較常見 最後呢 寫先你的特殊經歷 譬如說什麼呢 像是我個人那時候想到的舉例是 像是電影《絕戰》 《學勝21點》 那個電影我相信各位應該沒看過 因為他有點老了 好像是2008年左右的電影 他在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有一個哈佛的學生 他想要去念醫學院 哈佛醫學院 但是呢 他付不起學費 然後呢 他想去爭取他的獎學經 才能夠去讀哈佛 那怎麼辦呢 評審就跟他講說 你告訴我你需要沒有用啊 大家都需要啊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結果他就跟他講了一段 他去行騙的經歷 行騙的經歷 就是去賭成拉斯維加斯去 去騙 也不能說騙錢啊 就是去算牌的經歷 然後讓他對他目瞪口呆 那我說的不是那個電影的經歷 我想要說的是說 你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經歷 或是你的態度 態度 態度 那這個是給大家一些委婉的建議啦 好 那我們到這邊 請問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啊對不好意思 那個 對好像有一個小demo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畫面 他可以看到這個是不是就白色的桌子 不好意思因為那個色彩有點奇怪 他這邊有看到有個圈圈 把他飛起來吧 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AI要先辨識出來 這邊是不是寫個person 他知道這邊人 這是chair 椅子嘛對不對 讓他知道說哪裡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隨意飛飛看啊 不要撞到東西喔 那這就是一種比較簡單的一個AI 因為他只是做辨識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知道你是誰嗎 在哪裡啊 等等之類的 那 這個做一個小小的一個 簡單的展示 произ設計 多功能 不用情 只是 那裡 machine ii